我们来实现一下 首先回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我们去哪里请求的数据呢 我们是在list里面 get list 既然我们要去做一个分页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 当前我们是一个第几页 首先我们就有一个page的参数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page set 我们每页显示多少条数据 当前是第几页 我们肯定是需要这两个参数的 我们使用云函数带着这两个参数 去请求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一个正确的数据 那么我们要去我们的云函数里 去处理我们两个参数 那么就回到我们的云函数里 首先我们需要去接收我们的参数 我们去接收一个page page我们默认给它一个1 然后呢我们去接收一个page set 默认给它一个10 然后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要根据这两个参数 去查询我们的数据 在我们的聚合里面呢 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方法 我们先看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scape 我们看一下描述 指定一个正整数 跳过对应数量的文档 输出剩下的文档 那么它接收一个什么参数呢 它接收一个正整数 就是我们要去跳过多少的文档 我们看我们怎么去计算跳过的文档 首先我们拿到我们的page size 我们每次要去跳过10条数据 对不对 那么我们第一次想一下 如果我们去翻第一页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page等于1的时候 那么我们直接从第10条就开始了 那显然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要跳过0 那么我们就用page size 乘以什么呢 乘以我们的page减1 那么就是说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们page当前如果是1的话 我们减去1它就是0 再用我们的page size乘以0的话 那么它就是跳过第0条 这样的话就可以计算出 我们要跳过多少数据 我们知道了现在要跳过多少数据 那么我们要控制一个返回的数据 我们每一次去返回多少数据呢 我们使用一个limit limit我们看一下描述 限制输出到下一阶段的一个记录数 就是它可以去限定 我们每次去输入多少条 我们输入多少条呢 我们输出的是page size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到了翻页的返回数据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先把蛋白我们部署一下 上传部署 部署完成之后呢 回到我们的list页面 list页面 我当前返回呢 是一个page是10 那么我们需要它每次返回两页 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对不对 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看到给我们有一个报错 报错我们回过头云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应该是一个等号 不应该是帽号 现在我们再去上传部署一下 完成之后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来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 你可以看到当前呢 就只给我们返回了两条数据 说明我们当前的一个page size 它是对的 如果我们改成五条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给我们返回了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返回了五条数据 也没有问题 我们的云函数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来去做我们页面的一个上拉加载的事件 上拉加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组件 我们是怎么去实现的一个滚动 滚动呢 我们是在我们的listatom里面 我们点开listatom里面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listschool的组件 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组件里面 这里面啊 最终用了是一个schoolwill的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它会接收到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什么呢 school to lower 这么一个事件 它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看一下描述滚动到底边或者右边 会触发我们的school to lower的事件 我们去选择这个事件 然后呢 我们起个名字叫Laudimo 在我们的事件里呢 我们去给它注册一下 method 然后我们去给它打印一个日志 我们触发上拉 保存 然后回到页面 看一下我们的事件有没有去生效 我们清空一下控制台 我们滚动页面 如果我们滚动到最下面的话 会给我们触发一个触发上拉的事件 事件我们获取之后 我们应该把这个事件呢 去发送到哪里 发送到我们的listatom里面 然后从listatom里面呢 我们再去发送给list 我们在这里去操作我们的上拉的事件 那么我们怎么去发送呢 前两节课我们都一直在使用的一个dollar emit 我们不需要参数 我们只需要给它一个事件名 叫Laudimo Laudimo之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littleschool里面 我们去接收一下 同样我们去把它的事件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注册 然后呢 我们把它去发送给我们的副组件 再回到我们的list里面 我们这是一层一层的 从我们最里面的school wheel 就是list school这个组件呢 把我们的事件发送到listatom 从listatom呢 我们再发送给list 然后我们在listatom里面 我们再去注册我们的上拉的事件 然后我们写在这里 上拉的事件 我们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去打印一下 我们就把这里的输出 我们给它干掉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试一下有没有去生效 我们写了这一套的内容 我们刷新一下阴面 然后清空我们的控制台 我们滚动到底部 可以看到呢 我们触发了一个触发上拉 事件生效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去处理 我们两个参数 一个page跟一个page set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两个参数 去给它定义一下 在这里 定义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在load mode的时候 我们去给我们的listairpage 我们去加加 每次上拉 让我们的page去加1 加1的话 我们再去把我们的 结果呢 我们传给我们的 云函数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其实这样呢 还是不行的 因为什么 因为虽然我们触发上拉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实际的 去请求我们的get list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 去给它请求一下 我们z4.grget list 然后呢 我们把z4.gr nature index 我们传给它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请求数据了 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我们去滚动到底部 可以看到 我们数据明显的又加载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只有五条数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去加载新页面的时候啊 我们这里只给它复制 相当于把之前的数据 去替换了一下 所以我们要在 接收到数据之后 把数据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 我们先呢 在这里去声明一个 old list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z4.gr list catch data 等于我们的之前的数据 之后我们需要在我们的 old list里面去push push谁呢 push我们的data data这里我们使用一个data点 我们使用data点的一个扩展符 把我们的数据扩展出来 然后去push到我们的old list里面 现在看下面 看我们set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用这个纸了 我们应该用我们新的old list 然后我们来保存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控制台 给我们有一个报错 报错是什么意思呢 报错是因为我们的数据类型不对 这里呢 我们应该是create 我们应该把我们当前的某一项 去复制给我们的old list 而不是把所有的去复制给他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数据就对不上了 然后现在我回来再去刷新一下页面 现在还给我们有一个报错 就是说我们的push是一个adify 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呢 我们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当我们的程序呢 刚开始渲染的时候 我们注意看我们上面是一个对象啊 那么其实我们第一次去渲染的时候 运行到这里 我们这次点 list catch that 然后create 这肯定是一个addify 是肯定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是后边或者一个空数组 这样的话 我们的old list 哪怕后面是addify呢 我们让它去等一个空的数组 这样的话 我们数组是有push方法的 我们这个位置就不会再去报错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我们的页面就已经渲染成功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上拉 是不是对的 上拉 上拉到最后一条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呢 已经渲染出来了 数据渲染对了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去滑动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并没有去给我们夹杂更多的数据 然后后边所有的分类呢 都已经没有数据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我们在我们get list的时候 这里不是打印了一个zstable吗 我们把它去掉 我们打印谁呢 我们把配置打印出来 保存 我们去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轻功控制台 然后我们就一直下拉 然后轻功控制台 我们这个时候去切换我们的选项 点击后端开发 你会发现我们的配置拿到的是一个3 然后请求的数据呢 是一个空 很显然我们这个里面 第三页它是没有数据的 而且我们理想状态下 它应该是从第一页开始的 而不是第三页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配置呢 和page size 我们去给它做了一个共有的变量 而我们上面的list catch data呢 它是一个缓存 里面会有我们每一个swipper下面的数据 这就导致了 我们每一个swipper下面的数据呢 去共享了我们的page和我们的page size 而我们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我们给它一个对象 这一项呢 我们就不要了 page size我们可以共享 那每一项呢 我们都希望它每页的数量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这个变量呢 其实是可以共享的 那么只需要把我们的page 放到load里面 我们load我们要去处理一下 我们回到get list里面 我们要去对我们的数据呢 做一个初始化 我们在请求数据之前 我们应该this.load create 如果这个数据 它不存在是一个andefine的话 我们要去给它初始化 初始化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让它等于一个page是1 同时呢 我们还要去给它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里有报错 报错是因为我们在下面呢 丢了一个逗号 我们补上之后 我们再去刷新 我们希望有一个变量 控制我们的load mode 所以我们这里去给它一个变量 一个page 然后呢 有一个loading loading初始呢 我们就去给它一个loading就好 这样每次第一次加载的时候 它是一个转圈圈 然后等待加载中 然后我们看下面呢 配置这里是不是就要改了 我们要改成 this.load 然后create 点page 同样呢 我们上面这里也是需要去改一下的 这里就不是this.page加加了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this.load this.active page加加 然后来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渲染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正常的去翻印 然后我们去切换呢 我们也可以正常的去加载数据 这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去处理什么问题呢 我们处理一个没有更多数据 那什么情况下 它就没有更多数据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当我们的get list的数据 如果它返回之后 我们在这里 如果data.length 等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 它是没有数据的 它没有数据之后 我们去怎么处理呢 我们在这里生命一个 old load 等于一个空的对象 这个对象 我们要去怎么处理呢 我们希望它create像 等于一个nomal 这里有一个loading 然后呢 我们需要怎么做 我们需要下面 这次点 dollar set的方式 我们去给谁呢 我们给load 去给它复制 第几项呢 create像 然后把我们的oldload 我们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需要把什么呢 把我们的loading 去传给我们的组件 我们再回到最上面 我们list里面 我们这里给它去追加一个属性 我们叫load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load index 跟我们前面的数据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把当前向的load呢 我们去传给list.itm 回到list.itm里面 我们props里面 我们去接受一下 给它一个type type呢 应该是个object 然后default default呢 我们去return一个对象出来 给它一个loading的默认值 就是loading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去复个值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load 第二 loading 我们放在这里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我们一个状态的显示 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我们去刷新 当前呢 它有一个正在加载 然后我们翻译 我们继续翻译 可以看到呢 这里给我们报了个错 说我们的loading of antifind 看一下为什么antifind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list下面的复值的地方 我们这里写错了 我们把它给去掉 我们直接orderload 点loading 等于nomal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浏览器 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我们刷到最后一页 这样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啊 没有包错 但是还是在正在加载中 这个时候说明我们的set是没有生效的 也就是我们没有去给它进行一个数据的渲染 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使用一个dollarforceupdate 去强制的渲染我们的页面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我们刷新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刷到最后一页之后 显示没有更多数据了 说明我们现在的逻辑呢 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发验呢 你会发现它给我们报了一个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云数据库系统错误呢 scape 参数不能为负数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当我们运行到data.lens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没有数据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呢 给我们的数据只给了一个loading 但是没有给我们的page 但是我们再去进行数据请求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的page是一个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它就会去给我们报错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应该是oldload.page 点什么呢 点page 然后我们让它等于 this.load.create.page 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去报错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页面看一下 我们继续刷新 那刷到最后呢 告诉我们没有更多数据了 同时呢 请求数据 给我们返回了一个零 我们清空一下库制台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还去上蓝刷新呢 它还会去请求 其实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不让它去请求之后的数据呢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再去给它处理一下 我们把这里有个this.page的日质 我们删掉不要了 它一直给我们打一个nan 因为我们this.page我们没有用到嘛 这里我们都干掉 我们需要在这里去判断一下什么呢 我们判断一下 this.load.load.什么呢 this.active.index 它的loading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的data length是零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loading就是no more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判断它 也就是当它的loading等等于no more的时候 我们就去retain一下 我们不去进行之后的操作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终是有没有成功 清空控制台 然后我们翻页 我们继续往后翻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请求零之后 我们再去进行一个上拉的操作 它就已经不去请求我们的数据了 然后我们清空下控制台 然后滑动一下我们的内容 可以看到我们第二页呢 我们进行一个上拉加载 你会发现它还是正在加载中 很显然呢 我们的数据是已经请求成功的 我们再去请求呢 你会发现它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有大篇幅的去用了一个 this.itemindex 它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props 它是从我们的上个页面 就是我们的副组件传进来的 那么传进来它是谁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首页index 我们来搜索一下 看它怎么去实现的 它在之后 是我们去切换table的时候 会给我们的 this.itemindex 去给它付一个值 但是实际上 我们去左用滑的话 我们的 this.itemindex 它的值是不会变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 并没有去给它 有一个重新复制的操作 在称值里面 当我们去滑动swable的话 会触发我们的称值事件 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对 this.itemindex 去刷新 所以我们只要滑的话 它的active.itemindex 都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 在称值的时候 就是监听到我们 这里有一个list变化 也就是我们swepper 这里有一个swepper swepper的变化 称值 然后就去更新一下 我们的active.itemindex 我们就这里去写 this.itemindex 等于create 我们要保证 我们的table.index 和active.index的值 是保持一致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内容里面 我们再去刷新 当我们翻到最后一页 我们再去滑动我们的内容 然后我们去上拉加载 你会发现 它没有更多的内容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我们再去滑 这个页面 它只有三条数据 但是它构不成 我们的一个页面滚动 所以它始终触发不了 上拉的一个事件 所以它会一直在这里转 包括后面 我们的数据 如果少的话 我们的正在加载 都是不会变成没有更多数据的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那么我们只需要 在我们数据少于page size的时候 我们不去显示 我们的一个loading mode 是不是就可以 那么来这里去判断一下 回到我们的list.item 我们写上一个v-if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list.length 大于9的话 我们让它是9 同时呢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page size 这里也去给它改一下 这里我们去改成10 我们每页去显示我们10条数据 为什么这里的page size 比我们list.item要大一呢 是因为我们每页 正好有10条数据嘛 如果有10条数据的话 那么肯定是不会去显示 我们的loading mode这个组件的 所以我们要比它却小一 这样才能去正常的去渲染 我们的一个组件 或者改一个更小的数字 我们比出是7 那么刷新一下页面 如果有7个组件的话 肯定会出我们的屏幕 基本上只要是我们的内容呢 只要超出我们的屏幕 我们就让它去显示 我们的一个组件就可以 这个数字看大家合适去填几 我们就写几就可以 我们这里给它一个7就行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呢我们去上拉 我们的数据本来呢 应该是有18条才对 为什么我这里只去刷新了一次 就给我显示没有更多数据了呢 我们只有一页 这个问题我们来找一下 首先我们在list里面呢 这里去给它打印一个日志 我怀疑是我们的配置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去打印一下 当前的页数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去触发一下 看一看是什么问题啊 我们首先拉到上面去触发之后 你会发现当前的页数变成3了 正常来说不应该是2吗 为什么是3呢 那肯定是我们在去上拉的时间里面 出现了问题 那么在上拉的里面 我们去找一下 low的帽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输出 其实我们在这里去加加的时候 我们下面的输出 其实也是去执行了一个加加 相当于我们的配置呢 加了一个2 所以我们要把下面的日志 我们去给它干掉就可以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正常的加载了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去看一下 上拉 然后正常 然后最后没有数据 我们翻到第二页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当前第二页没有发页嘛 所以我们就不去显示组件了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页 我们也没有都是正常的 第四页呢 那有五个前端开发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显示我们的组件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去 滑动我们页面的时候 我们之前的一个加载提示消失了 那是因为我们在List里面呢 Lens大于7 我们去显示我们的组件 这里我们应该去给它加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的Lens呢 等于0的时候 或者是大于7的时候 我们才去显示这个组件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呢 正在加载中正常显示 然后呢 下面内容也是正常的 这样就做好了我们的一个翻页的效果 然后再次做一下 然后再来看看 我们的页面 我们的页面 能不能够